考古学家发现了14万年以上的远古头颅 他们被称呼为跨副祖 他们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大了7% 颅骨是今天人类祖先制人的大约1.25倍 那么是不是就间接的证明了山海经时代的存在呢 当今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书就是山海经 它里面的内容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比如关于神话种族的问题 山海经的大荒北京和海外北京里面就有记载 里面说皇帝的对手吃油招募了一支雇佣兵军团 是由巨人组成的 他们居住在北方的大山之上 叫做跨副祖或者叫做跨副国 后来呢在与皇帝的战斗之中 他们被一个叫做应龙的神兽团灭 听上去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 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山海经里面的这些说法 也许并不是神话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小唐 故事呢就开始于一个普通的股玩交易市场 在2017年的古生物学家 季强来到这个位于广西桂林专门交易其实的市场呢 市场里人来人往 小摊饭前啊都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古石 而季强走走看看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吸引他的东西 就在季强准备离开的时候呢 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回头一看啊 对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摊主 他的地摊上就摆着各种啊松花石啊 玛瑙石这些普通的石头标本 摊主就问季强 你是不是古生物学家季强 而季强很奇怪啊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呢 而摊主就把他拉到一边神秘的说啊 有一样宝物啊 我要给你看 而季强就很奇怪了 就问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又有什么宝物要给我看呢 而摊主当时就笑了笑说啊 我早就注意到你 就在关注你的研究 至于说是什么宝贝嘛 摊主就把他拉到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 递给他一个包裹 季强很快就打开了这个里三层 外三层的包裹 当最后的那个物件啊 显现在季强的面前的时候啊 他几乎吃惊的寒了出来 原来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头骨的化石啊 但是比一般的人类的头骨又大了很多 季强研究了一辈子的古生物 都没有看过这种啊 人类的头骨 所以他当时激动的就问这个摊主啊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化石的呢 摊主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在1933年哈尔滨啊 到处打新土木当时啊 搞各种基建 东北人组成的这个建筑队 在建设哈尔滨松花江大桥的时候呢 一个公头啊 在挖掘线上就发现了一块人骨的化石 而公头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条消息呢 就是大约几年前啊 研究人员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 也找到了一块人形头骨的化石 那就是轰动世界的北京猿人啊 而公头因缘觉得自己手上的这个头骨 也可能会引起同样的轰动呢 他不想让这个头骨呢 落到当时的日本人手里 于是他就偷偷地把头骨化石 埋在了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废井里面 同时把这个秘密也埋在了肚子里 直到去世之前 他才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而贪主就是这位公头的儿子 所以迹象迫不及待的 就把这个头骨化石 拿回了实验室去做研究 英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听到消息 也兴奋地加入了研究团队 所以在2021年研究结果就出来了 分成了三篇文章 在创新杂志上发表 文章宣布啊 在哈尔滨找到了一种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人中 被命名为龙人 而这个龙人的头骨保存极其完整 包括眼眶内部 鼻甲骨 颅骨底部 这些精细的结构都保存得很好 文章说 头骨来自于一个体型巨大的男性 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 生活在一个森林覆盖的平原里 距离今天大概至少14.6万年以上 而整体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大了7% 颅骨是今天人类祖先智人的大约1.25倍 智人是人类学定义我们当今 人类直系的一个祖先 所以当前主流的人类的起源假说 是源于非洲 所以智人在大约10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 分别和亚洲的直立人 以及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混血 然后就迁徙到了世界各地 所以按照颅骨大小的比例 如果现代智人的平均身高是1米7 那么这个龙人 他的身高大约在2米1左右 比NBA篮球队的平均身高 还多了十几公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这就是一个小巨人了 难道山海经中的跨富足 真的被发现了吗 传说跨富就是一个巨人的种族 传说中他们可以无限的长高 但大多数跨富足只能长到人类身高的两倍 如山般的巨人又有极强的寿命 高大的身材使他们走路的步伐比人类大 但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 而使得身体的新陈代谢缓慢 肌肉发达的同时 动作的速度比人类更为缓慢 所以山地奔驰上他们更有优势 强大的体力可以支撑他们走很长的山路 结实的身体可以披荆斩鸡 而他们的身体巨大 因为血脉丰富炙热 所以很怕炎热 同时令坚韧的皮肤呈现一种肉红色 多为栗子色或者是浅棕色的头发 黑色的眼睛 这个种族的数量一直都很少 只是人族的1% 所以大多都分散在北部的雪山高原之中 其他的地方都很罕见 而跨富的力量与精神有相斥 所以跨富的心迹是往往苍老而憔悴 跨富族的巫师认为 跨富巨人是天神盘古在地上的子孙 所以跨富巨人的精神是和星辰相互感应的 每一个跨富的部落都有一个对应的守护型 或者叫做兽神型 因为每一个跨富的部落也有自己崇拜的神兽 确切的说跨富族的信仰就包含了三层崇拜 星辰崇拜 神兽崇拜 祖先崇拜 所以跨富族的传说是认为巨人盘古以神力开辟了天地 同时作为巨人的后代 跨富们有责任不让天地重合 所以拥有伟大的盘古的神力是他们的理想 再回到现实 就有科学家一下子把这个新发现 和几十年前的另外一起轰动世界的发现而联系上 因为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 是一个影视和萨满巫师都很喜欢的地方 这个地方与世隔绝 不受城市打扰 18世纪有一个叫做丹尼索瓦的影视 就在其中一个山洞里休息 所以后来就有考古学家发现 这个山洞就叫做丹尼索瓦洞 在2008年的俄罗斯一个叫做哈伊尔顺科夫的考古学家 带队在洞里就发现了不少的骨头化石 团队非常高兴 从中能够找到尼安德特人的踪迹 就把这一批化石就送到了德国著名的 马克普朗克考古研究所 分析化验研究之后就发现 大部分都是熊虎鹿之类的动物的骸骨化石 就在分析捷径尾身的时候 有一小段骨络化石就引起了分析人员的注意 凭他多年的分析经验判断 这很可能是一块人类骨络的化石 果然经过间谍 是一小节手指骨的化石 而且是属于一位年轻女性的 但是化石太小 而且太少 无法从形态上断定 只好从DNA的角度来想办法 终于过了几天分析结果出来 分析师宣布 这一段骨络属于一个 以前从没有发现过的新人种 当时的领导顺科夫就发话 既然在丹尼索瓦洞发现的 那我们就称他为丹尼索瓦人吧 这样一个新的人种就问世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 丹尼索瓦人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科学家们还得继续寻找化石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9年 青藏高原的东北段 甘肃省的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内 就找到了一块人的夏河骨化石 上面还有两颗大的槽牙 那么通过古蛋白研究发现 夏河人生活在距今16万年以前 和丹尼索瓦人是一个人种 这是第一次发现了丹尼索瓦人 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证据 但是奇怪的是 夏河人的夏河骨和牙齿 比智人的夏河骨大1.25倍 于是一个重大的悬疑就出现了 什么样的人类需要有如此发达的一个下巴呢 于是考古学家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的人猜测 夏河人可能是长期吃一种特别坚硬的食物 就把夏河骨和草牙进化的特别发达 也有人认为是夏河人和丹尼索瓦人 是不同于智人的另一种新人种 就这样又有人发现 那个大旧齿 它不是因为吃什么食物品种而造成的 而是夏河人的牙齿它就长这样 就在大家最好奇 它的脸长成什么样的时候 在2014年以色列西伯来大学的大卫高克曼博士 就用丹尼索瓦人的DNA的假激化图谱和现代人 做出了一个复原图了 原来丹尼索瓦人居然是长这样 非常像北方的巨人 不过因为没有化石的证据 这只能算是一个脑补图 在2021年的龙人横空出世之后 让不少的考古学家豁然开朗 也许在上古真的存在着这么一个小巨人组呢 考古学家就根据化石的物理特征 构建了一个家族树 他们就发现了龙人和夏河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那这样夏河人那个抄大号的下巴和草牙 就好好解释了 它根本不是什么特殊食物给锻炼出来的 而是它就属于一个体型巨大的人种 当然也有古人类学家持不同的看法 认为龙人是一个独立人种的判断 过于武断了 他就觉得它很可能是我们现代智人的一个分支而已 但是也有很多人类学家认为 丹尼索瓦人龙人夏河人 他们都属于一个新的人种 而纽约大学的考古学家沙拉贝利就很有把握的说 大家一直都在猜测丹尼索瓦人到底长什么样 那龙人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个丹尼索瓦人 所以现在剩下的就是从龙人的头盖骨化石里面提取出DNA物质 和丹尼索瓦人对比 和现代人在对比 那就知道了龙人到底是属于哪个人种 但是研究人员说 在确保化石不会因此受损之前 他们还不会这么做 那么龙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现身就冲击了 相信现代进化论的科学家们 更让他们说不出来话的是 在这个丹尼索瓦洞里面还发现了一件饰品 科学家们就鉴定这个手环的年代 至少在七万年以前 在没有清理之前 它看起来更像是我们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工艺 等到技术人员把它原本的样子复原出来之后 考古学家们就坐不住了 最让人吃惊的部分就是上面 有一个直径0.8厘米的钻孔 技术人员就说 这个钻孔它不是用石器就能够钻出来的 是需要更高速的钻孔机才能够打出来 还有镯子上的抛光工艺 比起新石器时代先进太多了 难道说在七万年前就有高速钻孔机了吗 或者说丹尼索瓦人并不是新石器时代的血居人吗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就要修改整个进化石了 这样看起来 从西伯利亚的南部发现了丹尼索瓦人 到东北发现的龙人 再到青藏高原的东北端发现了夏河人 整条线索连贯起来 那就是在欧亚大陆的北方 当时相当广袤的区域 都曾经有巨人族的存在 那么我们再回到开头山海经的故事当中 石油传说也是来自于今天的中国北方 那么它在北方的巨人族里 拉出一支队伍 对抗皇帝 那是不是这么看起来就很合理呢 不仅如此 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在今天的大洋州的美拉尼亚人身上 也能够找到 从西伯利亚到青藏高原 再到南太平洋 巨人族的基因由北向南 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而这线索里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皇帝战吃油 巨人族跨副军团被团灭 如果说丹尼索瓦人和新发现的龙人 是远古巨人族的一支的话 那么皇帝大战吃油 就很有可能 并不仅仅是华夏族上古的一场战役 而且还更加涉及到了人种的变更 经过了这一场大战 巨人族被群体灭绝 他们的幸存者为了逃避追杀 逃散到了天涯海角 和其他的种族浑血杂交 最后呢 时间的流逝淹没在了 人类基因的长河之中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 未经证实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集哦 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